男人徘徊游离的右手轻轻拨开女人的外照 女人被绸戴蒙闭双眼迎合着对方 突然门把手转动 门被狠狠撞开 对面的男人看到这难以置信的一幕 当他伤心的后退时却不慎从栏杆摔下 威廉是伦敦医术精湛的儿科医生 他因成功地进行了连体双胞胎分离手术而轰动世界 他的妻子朱迪是德高望重的律师 他们还有个英俊帅气的儿子杰医 中产阶级的生活平静而幸福 为了庆祝威廉手术成功 他们决定周末去乡下父亲的城堡里吐吐气 可周末却只有儿子杰医一个人回来 并没有带他的新女友 因为自己的上一任女朋友刚被父母搞砸分手 然而杰医还是和父母说了女友的名字叫安娜 他在外交部工作 父母催促他尽快带安娜回来见面 这是一场伦敦名人的聚会 老丈人和威廉也一同到来 朱迪发来条信息抱歉要晚到一会 这时威廉注意到一个女人 恰好对方也在注视自己 她刚在吧台前要了杯酒 女人就走到她面前介绍自己是威廉儿子的女友安娜 她说自从她告诉我你的大名后 我就一直期盼与你相见 安娜看到威廉手里的蓝眉 问这是给我的吗 威廉拿起蓝眉轻轻塞到她嘴里 看着安娜的背影 威廉依然沉浸在这种难以形容的感觉中 朱迪赶到后 他们只待了一会儿 安娜则藏在暗处看着他们一起离开 车上朱迪问威廉 杰伊的新女友安娜应该今晚也在 但威廉却说并没有见到对方 杰伊和安娜说已经和父母聊过他们的事 周末带她回外公家里吃午餐正好见见 安娜同意了 在杰伊洗澡的时候 安娜看到了杰伊父亲的来电 她默默用W存储了对方的电话 随后她拨了过去 威廉用字母A存储了安娜的电话 她奋力地运动企图安抚突然急躁的心情 周末他们如约而至 席间安娜介绍自己在利兹大学读政治学 毕业后去了内务部工作 外公问起关于上周的聚会她感觉如何 安娜则表示没有碰到威廉很遗憾 饭后收拾餐具时 安娜在放下盘子的那一刻 首故意挨住了威廉 威廉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睡前妻子说 安娜比儿子大很多 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但威廉却表示估计安娜和杰伊的其他女友一样 过不了多久就会分手 刚回到家 威廉就收到安娜的短信 我想和你喝一杯 威廉并没有回复 工作时安娜又打来电话 下午威廉准时来到约会地点 她一进门就看到安娜 她走进威廉脱下对方的外套 一阵激烈的碰撞后 两人筋疲力尽 威廉忙碌枯燥的生活 似乎被安娜撕开一道裂缝 耀眼的光芒照进来 她的日子由黑白变成彩色 她甚至时常期盼安娜的约会信息 可她却等来了儿子想和她聊聊的消息 杰伊问妈妈是不喜欢安娜吗 威廉则解释朱迪需要时间接受 你们在一起开心就好 杰伊并不知道眼前的父亲早和安娜打得火热 安娜约定每次约会时间都必须自己定 威廉不要不请自来 否则他们的关系马上止步 这天威廉和老丈人参加一场聚会 她收到安娜的短信说六点来 当威廉匆匆赶到门口时 却又收到一条信息说别来了 但她还是敲开了房门 是一个女人开的 安娜说她是房子的主人我的好友佩吉 我平时替她看家 下次再见吧 说完她就关了房门 神秘又霸道的安娜越是这样 威廉越是无法自持 她每日魂不守舍 甚至朱迪也感觉到 她的反常要和她认真地谈谈 威廉解释只是自己工作太忙 精神紧张而已 可实际上威廉已经身陷其中 她甚至想拥有更多 她问安娜如果杰伊知道了该怎么办 安娜却说杰伊允许自己有秘密 之后安娜聊起自己有个哥哥 但哥哥爱上了她 安娜拒绝她的求爱后 哥哥自杀了 安娜表示杰伊只知道她哥哥死了 但并不知道她死亡的真相 杰伊带安娜去巴黎度假 威廉告诉朱迪她要去布鲁塞尔 参加一个欧洲健康大会 然而她却去往了巴黎 她坐在杰伊酒店对面的咖啡馆 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她打通安娜的手机 却被她挂断 之后她拨通了他们房间的坐机 威廉让安娜从酒店出来 走到街角 安娜只能谎称 透透气独自出了房间 她匆匆感到见到威廉 她生气地指责她打破规矩 两人激情碰撞后 威廉才放走安娜 第二天安娜为了摆脱威廉的跟踪 代杰伊离开了这家酒店 看到他们带着行李离开 威廉办理了他们昨晚入住的房间 她掀开床单 拿起安娜曾经枕过的枕头 贪婪地瞬息着她的味道 强烈的妒忌让她迷失了自己 回到伦敦后 威廉正在和朱迪吃晚饭 这时安娜打来电话 安娜说杰伊好像马上就要和我求婚了 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们就向普通的情侣符合世俗 她希望威廉能允许她接受杰伊的求婚 威廉沉默了片刻 果然杰伊向安娜求婚 安娜喜极而泣 杰伊在餐桌上宣布了他们的喜事 大家纷纷庆祝 威廉去了卫生间 安娜也跟进去说 巴黎的事只能发生一次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们的关系就烟消云散 饭后安娜打发走杰伊来到朋友佩吉家 可这时杰伊却后脚跟了上来 她说她想认识安娜所有的朋友 安娜对于她的不情自来很是不满 很快就迎来了订婚宴 当安娜的母亲见到杰伊时 她颇感意外 杰伊和她去世的儿子简直是太像了 朱迪站在楼梯上感谢客人的到来 她说今天是两人订婚的好日子 大家都知道婚姻的主题是信任 其实我一直在监督威廉 有次我去找威廉 但他并不在 于是我开始翻他的桌子 此刻的威廉紧张至极 他担心朱迪发现了自己的蛛丝马迹 他不知道朱迪接下来要说什么 朱迪继续说 我看到了 我们刚交往时的四张泛黄的照片 这证明这么多年 我们依然深深相爱 大家举杯庆祝 可威廉却因过度紧张 而捏碎了手中的玻璃杯 安娜的母亲注意到了这一幕 他帮威廉在卫生间拔出了手里的玻璃渣 他看到安娜问 我从威廉看你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东西 希望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中 母亲饱含泪水似乎隐瞒了什么 夜里大家睡着后 两人约在外面碰面 威廉问你母亲说 杰伊像你哥哥 我比你更需要杰伊 我不希望他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接着两人倒在草地上又疯狂地占有了对方 他们紧张地筹备婚礼 杰伊去找安娜的朋友佩吉 希望他能提供安娜一些特别的事 但对方却说听我一言 如果你打算娶她为妻 那么他不让你去打探的禁区 你千万别去 同时威廉和安娜依然疯狂地享受着彼此的身体带来的欢愉 安娜给了威廉家门钥匙 同样杰伊对安娜也是无比痴迷 他说之前虽然交往过很多女友 然而真正爱的只有安娜 这天他和父亲诉苦 安娜对他一直有所保留 因为他始终无法进入安娜的世界 其实威廉又何尝不是 可看着儿子焦急的样子 他只能劝说 婚姻不是一事 我想安娜带给你的挑战 你也许还没有做好准备 看到儿子无比焦虑 威廉说 也许我们都要学会有爱不问 听到这句话 杰伊愣住了 多么熟悉的一句话 这是杰伊经常从安娜嘴里听到的 竟然一字不差 杰伊大脑一片空白 他后脚就跟上威廉 他跟着对方坐上了地铁 不知不觉竟来到了安娜好友佩吉家 看着父亲拿钥匙开了房门进去 他跟着后面的女人也进了门 杰伊静直上了四层 他明明听到屋里的声音 然而好奇害死猫 他还是奋力撞开房门 看到了不堪的一幕 他伤心欲绝的后退 却不慎从栏杆摔下 狠狠地跌落在地上 威廉心痛地抱着儿子 还有余温的身体 然而一切都已来不及 此时安娜却淡定地从他们身边离开 这个丑闻传遍伦敦 威廉身败凝裂 无法接受这一切的朱迪痛苦不已 威廉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冰冷的尸体 朱迪说当你发现对那个女人无法自拔时 你就该自杀 我一定会好好安葬你 否则我的儿子也不会死 老丈人说你的儿子一直以你为榜样向你看齐 可他最优秀的品质却与你截然不同 葬礼上威廉发现 安娜的母亲也悄悄坐在后面 他说很抱歉我也是过来人 但威廉解释不一样 杰伊是意外并不是自杀 接着他问安娜在哪 对方却说自己不知道 朱迪对威廉恨之入骨 多年的爱随着儿子的死和威廉的背叛全部烟消云散 其实安娜只是在母亲家里 母亲看着安娜一次又一次的闯祸 她恳求安娜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你原本可以和杰伊过很好的生活 可你却搞砸了 还有你可怜的哥哥 你两行隐不离 他对你如此痴迷 安娜一个人踏上了之前预定的蜜月酒店 威廉似乎不在意妻子的伤心和儿子的死 他找到了安娜想重归于好 安娜说我们犯下的罪孽也许要用一辈子偿还 杰伊因为我们死了 安娜说我们给别人带来那么多痛苦 但威廉却说一切都已经过去 安娜却希望他们从来没有遇见 他最终拒绝了威廉 安娜早就失去爱的能力 他对威廉和杰伊也许都没有真正爱过 他迅速地抽身马上开始过全新的生活 此时今年4月的英国四集短剧《情节》剧中 本篇根据英国作家约瑟芬·哈特的同名小说改编 同时情节也是他一名惊人的作品 此书在英文地区销售百万册 被法国新浪潮导演路易玛勒改编成经典电影《烈火情人》 由奥斯卡影帝杰瑞米·艾朗斯和法国文艺片女王朱丽叶比诺斯主演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生活中每个人在寻找猎物和不断征服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克星 当你愿意为这个克星驻足 并且放下全部尊严和不顾颜面地去巴结他讨好他时 这也许就被称之为爱情 安娜的出现使威廉完全背离了他历来所遵守的种种信条 他快乐又痛苦 在世人的眼中 他不过是一个愈合难填的老男人 纵有翩翩丰度 因自己的欲望致使儿子死亡 儿子死后他依然去找安娜 希望和他能重归于好 这样的人也难以被人原谅 安娜放纵的根源 也许是哥哥的死 原作中安娜从十多岁开始被哥哥侵犯 母亲一直偏袒哥哥 直到他长大有能力抗衡的那天 哥哥自杀了 他常年陷入混乱的感情中 变成成年后屡次制造问题的女人 均入了黑暗的欲望深渊 也许他一生都无法停止这种荒唐的行为 在世俗的尘埃里 他表面超凡脱俗 原来也不过是个假象 所有爱他的男人 无论是威廉还是杰伊 只是因为他们无法感受安娜全新的爱 安娜对爱抗拒却又痴迷肉体 他的童年阴影本能地抗拒男人对他的过分亲密 这一切却让男人们认为他与众不同 而对他疯狂痴迷 也许只有控制欲望 规避畸形的恋情 才会远离这样不伦之爱的陷阱 关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 好片不迷路 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